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i n ottoman in anew again 歡迎各位再度回來 我的方舟生存進化啦 歡迎各位再度回來 今天這一集呢 哦 應該各位也知道要做什麼事情了吧 就是呢 老頭待會要前往高塔的地區哦 哎上一集沒有完成的事情哦 沒辦法時間不夠啊 所以說只好由這一集來完成哦 那麼 待會 所以應該就是先等我把子彈做完吧 我們就可以直接出發了 不過在出發之前呢 呃老頭我想要先改裝一下 我們這邊的建設哦 哎之前有觀眾留言說 哦這邊其實可以放標本哦 個人覺得這個建議真的挺不錯的 哎放個標本放上去感覺還蠻屌的 就這樣子有沒有左邊跟右邊有沒有 哦各有兩個東西這樣子站崗 有沒有 哦也有觀眾說呢 可以放那個什麼稻草人哦 哦我是覺得也不錯啦 但是 稻草人放了之後感覺沒什麼新鮮感哦 我覺得還是放標本好了 那麼這個標本呢 我看一下哦 這個標本呢是 滅絕的東西還是異變的東西 好像是屬於滅絕那一方面的哦 就是滅絕才出的一個 一個製作道具啊 那這個標本呢 不知道有沒有人用過 我先把他全部都學一學好了 哎這個我之前在滅絕的時候 好像只親自玩了一兩把吧 好像還是異變啊 啊管他的 應該是異變啊 我記得異變的時候很早就有了 我記得 那時候還用那個燈泡拳嗎 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啊 哦 那我先把這個做出來哦 嘿 那他的標本有分小型中型跟大型哦 我來弄一個大型好了 左邊右邊各一個 這樣子感覺比較比較有氣派 好做一做 好的把鐵放回去 好 我現在先來做一下我們的子彈哦 呃這個應該可以繼續了 哎 兩邊一起做 啊 我們這這個火藥嗎 對不對 我應該是不會做錯了 他好像是 武器彈藥嗎 哎 只能做28顆哦 一顆做兩個 一顆做兩個也是可以啊 這樣子 總共是50 28顆變56吧 56顆子彈應該夠了 哦 這些標本工具做出來之後呢 他的用途哦 其實是很簡單的哦 你就比如就像這一隻三角龍嗎 頂太風吧 你就拿著你這個標本工具哦 對他攻擊一下 哎 哎 怎麼沒有挑東西出來 那我靠一下雷龍好了 雷龍有標本 哦 雷龍就有標本 哦 為什麼頂太風沒有啊 算了 反正靠完之後就會跳標本出來啊 跳標本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標本的這個 平臺啊 給弄出來啊 哦 把它放在這個地方好了 外面一點 看起來比較霸氣啊 ok 弄出來之後呢 啊 我們就可以把剛剛尻的那個標本呢 啊 把它放上去 有沒有 這樣子雷龍就出來了 有沒有 然後還可以給他弄一個姿勢 哦 各種奇怪姿勢都行 哦 這個蠻帥的 哎 上個姿勢 有沒有 有沒有很帥 哈哈哈哈 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哦 然後呢 這好像好像還有其他功能的吧 我看一下 生存者設定 這什麼 捕捉玩家 這該不會是把我 key 上去吧 看一下 哎 幹還真的咧 哈哈哈哈 這個是紀錄偉人嗎 啊 老頭偉大之神 怎麼突然覺得有點像咒詩啊 啊 看一下下一個知識 什麼東西 哦 這麼帥啊 哎呀 這麼帥啊 哦 哈哈哈哈 還比愛心 哎是怎樣 那什麼姿勢啊 只是看 看道具的姿勢 飛起來的姿勢 哦 好哦 再來看一下 這樣看不到啊 這是拿槍的姿勢 這是很帥呢 這個姿勢是怎樣 他可以給 可以給他穿裝備之類的嗎 應該是可以給他穿裝備啦 你看這邊可以拿個盾牌 手都穿模了這樣子 哇 那這樣我兩邊剛好可以放 哎很帥 啊為什麼拔不下來 這樣就拔下來了 那我用一個姿勢好了 剛不是有個比愛心的嗎 好 就是你了 嘿嘿嘿嘿 變態大佬的大本營 哦 然後從這邊走怪 覺得好煩哦 一直這樣繞來繞去的 嗯 啊 我知道了 哦 這樣方便多了 可是這樣三角龍 近不近的來啊 嗯 哎可以啦 好 那可以就沒什麼問題了 還蠻帥的這樣子 這我的地盤啊 在我地盤著 你就得聽我的 嘿嘿 快飛起來看一下 笑死 哈哈哈哈 這也太好笑了吧 我的天啊 好啦 可以了可以了這個 行的 好 我們這個該弄的弄好了 我們接下來呢 哎直接前往 卡住了 哎 我們把子彈拿出來 來 let's go 我們呢 要準備去幹大事了 傳說槍槍 把他拿出來就對了 56發 哎 好 就這56發 然後 其實我們的 阿 阿蘭好了 好不好 我們的阿蘭呢 前往 那個高塔處 好 我們終於再度回來了 那 我看一下路口在哪邊 這邊吧 這邊應該就是路口了 應該是吧 哎呦 可怕的事情要發生了 我覺得我還是開個血條好了 我覺得這樣比較保險 看太可怕了吧 這裡 這可以幹嘛 這能不能踩啊 不行 哦 哇 這麼高啊 我走這邊下去 這應該是繞個圈圈吧 這樣子 哦 不過還好啦 我有那個墓碑死掉 應該是沒差 嘖 天啊 這太可怕了吧 哎 這裡就出口 哪泥 這是一般岩石吧 我本喬啊 哎 挺意外的 直接穿出來了 哇哦 哎呦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哇 見鬼了 好 我剛剛看到下面好像還有路嗎 這裡嗎 對不對 那邊一個洞 然後這邊下來 哎呦 哎呦 太黑了啦 哪有這麼的恐怖啦 啊 感覺沒什麼東西啊 對啊 啊 這裡這裡沒什麼東西 這時候可以撿嗎 不行 害我白蝦忙一場 我是不是要弄一個 弄一個火啊 火把 哦呦 有夠量 結果什麼都沒有啊 還誰跟我說有蜘蛛啊 這樣子比較清楚一點啊 啊 結果什麼東西都沒有 在那邊自己嚇自己 哎這真的什麼東西都沒有哎 哎不對 有東西 哇 oh my god 這裡 有什麼東西 蜘蛛蛋啊 哦 這個沒有用啊 oh my god 哇塞 越來越深呢 這邊一個出口 哦 哎這邊是鐵是不是 不能敲了鐵 這裡是哪裡啊 哈哈哈哈 高塔下的洞穴 這是另外一個出口啦 所以說正規的走法應該是從下面走上去 我們是直接從上 從 上面走下來 剛突然卡一下 好像讀取了什麼東西啊 啊 太無聊了吧 還是說蜘蛛沒有生出來啊 林別子彈都準備好了 你給我看這個 啊 這裡面 難道一點東西都沒有嗎 一點刺激都沒有嗎 那你好歹說這個地方也給一個神器之類的吧 這邊都在嚇唬人用的啊 還真的沒東西哎 我好失望哦 我真的很失望哎 到底 為什麼 虛精異常虛精異常 好吧 看來只好先回家了 這是真的是沒什麼東西啊 白擔心一場 真的是太令我失望了吧 還以為說哦 會有一個什麼可怕的東西出沒 裡面全部都空蕩蕩的 這次的冒險真的是不夠過癮啊 還是說你們覺得 有什麼地方適合冒險的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老頭 讓老頭知道好不好 哎 我想要來點刺激的 哦 我覺得這幾集呢 過的實在是太安逸了 沒有什麼刺激的東西 人生有點無聊 希望各位呢 能夠提供一些 你手邊的資料 告訴我 哪裡可以冒險 哎 但是不要太難 哦 求你了 因為我現在只有一把 傳說著人手槍 哎 沒辦法應付什麼哦 哦 沒有辦法應付那些 比較強大的生物啊 所以說呢 各位可以給一點 等級難度比較低一點的冒險 冒險區域嗎 好不好 這個就交給各位了 好不好 好啦 今天先到這裡結束啦 感謝各位今天收看啦 如果喜歡影片呢 左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集方舟生存經歐 再見一下 再見 拜拜 再見